超連結的部分呢 在Focus蓋裡面呢 它的超連結跟一般各位平常用的超連結比較不一樣 因為平常我們在用的超連結都是什麼 啊 針對這張圖片 針對這個文字去加 對不對 比較物件導向的 那Focus蓋比較像做網頁 也就是說 我框到的那個區塊 比如說我框到這個區塊 我要做超連結 就是這個區塊 按下去就滑過去變熟 滑過去就變熟 像我這裡有準備一個 我打開給你看一下 在這裡 打開 這裡 其實我本來想說開頭要用這個 沒關係 我就給你們稍微看一下 像我在這邊我就有準備超連結 有沒有 這個 在這裡 那我先play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好 當我 我放大一點 當我滑過來的時候有沒有變成熟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像這樣 其實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一樣的 那 怎麼樣去使用這個超連結 在右手邊 您先看一下右手邊有沒有一個鏈子 這個就是它的超連結 這就是它的超連結 這就是它的超連結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點下去之後 它會問你要不要新增加 這個連結 你就用拖曳的方式 比如說我這一塊要 我就把它框起來 就把它框起來 它就會有一個框框 出來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框框 那麼我就在這個框框的範圍 直接把你的連結 超連結的網址放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它不只是只有連結 這個我們在PowerPoint也可以做 就是我今天如果是不同的投影片 比如說我按下去之後 我就跳到第10頁 按下去之後 跳到第20頁 它也可以 只是對它來講 這個叫路徑 這個 它把它分成做鏡頭 我們左手邊那個有沒有 一張兩張三張 那個它叫鏡頭 你也可以用這樣 甚至你直接連結到某一個文件也可以 當然前提就是必須在同一台電腦 不然你會連結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一個紅紅的在這裡 看的時候不會出現 但編輯的時候會出現 如果你覺得這樣有點暗言 你就把這個透明度調低一點 是不是就不會有一個紅紅的東西在那邊 就是編輯的時候會有 比如說你看我把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樣比較淡一點 可是你又知道說我這裡有一個連結 好這裡有一個連結 這樣我們再使用就相對會比較容易 所以有個好處是什麼 今天你可以自由決定我的框框的範圍在哪裡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 要好幾個物件 像我們在一般有時候在泡泡的連結 你可能就會畫一個矩形 然後去特別去做連結 可是以後有時候你再找 反而不容易找 這個是 它超連結的部分 比較特殊一點點的 就直接框起來 框起來就可以 這樣沒問題吧 超連結的